數甲108這題是一個項量問題 那我覺得它這設計也是蠻有趣的 一開始呢先有一個這個 一開始先有一個單位元 單位元上呢有這個三個點 有一個A 另外還有一個是B 另外還有一個是C 然後它滿足2OA加3OB加4OC等於 好那我們主要是 其實這邊等於是說這個延長兩倍 這裡延長三倍 這裡延長四倍 你可以用合力的觀點來抵消來看 那現在就是看這三角形 好那我們要怎麼來處理這問題呢 給了這條件呢 這形狀呢就已經被決定了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2OA加3OB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移項 這移項之後呢 2OA加3OB就等於-4的OC 那兩邊呢在掛絕對值 所以A是正確的 那透過這個移項呢 我們一樣兩邊平方 我們也可以得到這個四值 這得到內積 這邊平方就會得到 4OA的平方 加上9OB的平方 這邊再加上那個12倍的OAOB 那這裡就會等於OAOB 那這裡就會等於這個OC的平方 16倍的OC平 那因為這都是單位元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知道 OAOB的內積 就會等於16-4-9 再除掉這個12 那因為這裡長度是1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知道 這東西就會是cosθ 那這邊會等於那個 十二分之三 所以cosθ是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東西這個角度呢 實際上是比90度還小 所以這個的話 這是正的 這是四分之一 那這裡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 如果從利的觀點來看 因為這個OC的利是最長的 所以這裡的夾角應該是最小的 最小應該是這個AOB 好 那接下來來看AB的長度 我們也可以從直觀的看 就是說這裡是1 即使到這裡是根號2 所以這段呢 它現在角度比這個 比這90度還小 所以這個東西 一定會比根號2小 自然就比這個2分之3小 所以這是錯的 好 那接著 這一題呢 也可以用利的分解來看 就是說AOB 因為這兩個利要抵消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的 三 這裡的3 跟這裡的這個4 3sine AOB 3sine AOB就是這個高 那4sine的這個AOC 也是這個高 再加一個負號 那這兩個合力要抵消 所以這個兩個也會相等 所以這題就是A跟E 這題的主要的處理方式呢 就是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移項呢 然後兩邊取長度來處理 另外我覺得這個 從利的分解來處理這題呢 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問題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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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